孟宏伟落马公安部与四川接颤速清周永康流毒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被调查后中共公安部 四川省先后颤要速清周永康的流毒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被调查后中共公安部 四川省先后颤要速清周永康的流毒 四川日报10月10日刊文说 习近平要求四川速清周永康流毒影响 为此四川近日出台速清周永康流毒的决定 除了表态维护习和心外还趁要查两面人 两面派这是继中共公安部后 周永康此前主政过的地方再次趁要速清周永康流毒 影响周永康1999年至2002年 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落马前后周永康提拔 德四川邦人马终于有李春成 郭永祥 李重启 魏宏 谭力等人多名省部级高官落马 而在孟宏伟被宣布调查的第二天凌晨 中共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就召开会议表 台会议还提到要速清周永康流毒影响 以及反对两面人 两面派外界普遍认为 中共公安部的通报案批孟宏伟是周永康的余毒 是两面人 两面派周永康2003年至2007年 任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 部长 而孟宏伟在周永康上任第二年就被提拔为副部长 党委委员 成为周永康的副手之一 周永康落马后他的多名公安部就不也落马除孟宏伟外 还有610办公室主任 公安部副部长 李东升常务副部长 杨华明政治部主任 夏崇元等人也先后落马 同时周的多名就不负振华 黄明等副部长也被调离 周永康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已腐败未接口 被调查的郑国级高官 但外界普遍认为他是因涉嫌参与 针对习近平的政变而被整肃去年10月 在中共十九大会议上 中纪委面对两千多名代表做工作报告 时点名批周永康 薄熙来 郭伯雄 徐才厚 孙政才 令计划等人士也新加 阴谋加他们政治也新膨胀搞阴谋活动